在满是泥泞的沙石工厂 机械车不断来回载运沙堆 不过在靠近一些 这些操作重机械车的工作人员 竟然不是体格壮硕的男子 而是身材娇小的姐妹花 操作白色山猫挖土的是姐姐 而操作黄色堆高基的是妹妹 另一排帮忙挂上太空包的 则是姐姐的女儿 原本应该是出众的工作 却看起来像是在玩半家加酒 他们熟练的操作机械车 让人直呼真的很厉害 我今年二十四 放寒假是吗 对放寒假 放假然后回来帮家里 对 这台车你操作从什么时候会的 差不多国小吧 国小 就是帮忙用到车上 因为我们就是会去做 有人会去查 所以我们就是要考驾照 这独的科系是跟这有关吗 多观光科 哈哈哈 这只要放假 你就会回来帮忙家里这样子 对对对 你们全家人都会吗 都会 哇 建筑业要用到沙子就在沙嘛 要水泥就在水泥这样 可是他们他们自己会分工这样子 会会他们会 他们要自己分配自己做 然后那边的是在等待要运出去的 要等下再去池上要上二楼 哇 然后他们有没有抱怨说还要帮忙什么的 不会啦 因为暂假期间 暑假期间回家帮忙啊 赚少赚多都一回事啦 合作啦 关山镇新副理理长 长年来从事山猫机械出租的工作 而他的儿女从小看着他工作 对操作也耳辱目染 为了能够分担父亲的工作 女儿主动报考机械车的驾照 学校一放假就会回家帮忙 而一家人将同心协力 相互帮忙的情景 让他们的亲朋好友都相当的呈现 东台新闻林婉珍 关山镇的综合报道 感谢观看